好不过呢暑假还没放完 大家要出门去玩呢 中台湾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地标 彰化八卦山 有座大佛那么很多人会想去礼佛 甚至去拍个照 结果最近一上去看大师所望 怎么大佛上不见了 原来全部呢拿帆布给他包了起来啊 多年来呢这个已经明年就要满50岁了 年近半百 结果呢看到了 整个斑斑勃勃太难看了 所以现在要将他粉刷换装 那么预计最快最慢 在9月底应该就可以重新出来 跟大家见面了 来到彰化八卦山 民众一定都很有印象 最著名的就是大佛神像 可是最近来到这里的游客 可能要扑空了 因为大佛被绿色的塑胶布 和鹰架团团围住 还挂上告示牌正在整修 看到外面在整修 然后都那个塑胶棚这样子搭 都遮住了 以为说奇怪为什么今天特地来 没有看到会觉得很 有点失望 谢谢啊 怎么是哦 专门从张台中跑来看的 嗯嗯 现在看到这样子 看不掉了 真的蛮失望的哦 大佛看不见了 远道而来的游客大喊 好失望 拿相机拍照做纪念 也只能跟施工中的大佛合照 大佛神像在民国50年建造 迎灰色的外形 材质是钢筋混泥土 总高22公尺 耸立在彰化八卦山 成为著名景点之一 但年久失修陆续发现有褪色 拖漆漏水的情形发生 八卦山决定花费120万进行大型整修 预计9月中才能重新开放 明年即将迎接建国百周年 大佛也将过50岁生日 扩大整修 就是为了明年将举办的 大型庆祝圣典做准备 到时候这些裂痕缝隙 将会全部不见 耳目一新的彰化大佛 邀请大家都来八卦山做客 最选全文会的小琪 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